歡迎回到面對關鍵人物 今天訪問到臺大醫師柯文哲 柯醫師其實你在臺北已經待了 快三十年了 超過 超過了 從念書開始吧 十八歲就來了 是 新竹中學畢業就來了 其實人生最黃金的歲月 就全部都給了臺北市 給了臺大醫院 可不可以講一下 要破壞一下你心目當中理想的美好的 臺北市首都城市 應該是什麼樣子 其實你要問我的話 落實社會基本價值 公益社會 美麗城市 什麼叫社會基本價值 民主自由 法治 人權 永續經營 關懷弱勢 也許社會基本價值 當然是 剩下達到的手段 手段就是說 當然是說 找到好的人 預算的分配 不過想這樣 社會應該在心裡面 先決定說 你的 你的基本價值什麼 我的基本價值就是 民主 自由 法治 人權 關懷弱勢 永續經營 民主就是說 政治為人民所共有 而不是密室政治 少數人在搞 自由這不用講 自由 自由是 我們說自由也不妨礙他人 是自由為犯人 其實還有另外一由 就是說他是容忍 自由這種 因為沒有寬容 就沒有自由 因為我可以忍受你才讓你可以這樣跑 我看老是看你不順 就把你限制 這自由就不見 所以自由 不妨礙他人的自由 另外也是 也是這種寬容 民主自由 法治就 法治人權 這共不用講了 我常常說我們臺灣哪也是個法治國家 這個不用講了 感受很深 感受很深 那個司法根本就破產了 這個 所以一直強調到公益社會 對啊 司法 司法 司法就司法 人權你知道 把人當人看待 真的 像我自己的經驗 我在監察院 我就覺得你好歹 撞一下 你要程序正義 所以司法 人權 灌懷弱勢這樣 這次我常說 其實給人家一口 給人家一個機會 灌懷弱勢 所以我最近的主張 不管在怎樣資本主義的社會 有兩樣要社會主義 教育跟醫療 因為給窮人一個機會 最後一個機會 讓他有辦法翻身 所以有時候 關懷弱勢 這不是 關懷弱勢 不是這種靈敏 而是說 他把人當人看待 可以比較善意的去看待另外一個同類 永續經營 這就有句話 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 臺灣給下一代 這樣想就好了 其實我說 有些政治人 比如說他晚上在自己來扪心之吻 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臺灣給下一代 我相信他很多做法也不一樣 核四是問題嗎 核四哪裡是問題 可是當然核四不能說只有緩 當然說只有推翻不會建立 其實理論上核四是不應該改的 只是說那個替代方案 大家要比較誠實的去解決替代方案 所以這樣 建立一個公益社會美麗城市 當然有什麼杜絕浪費的 務實 老實講 我是我覺得 我倒覺得我們這種自然科學出身的 比較務實的 不要打高空 什麼在外海 什麼機場 我一天沒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現在候選人 其他的參選人 他們所提出來的這些政見 你大致看過 沒有 我們很多政治人物就是打高空 隨便講兩個例子 什麼故宮 大故宮計畫花兩百億 人家一句話就把他吐槽 你那個自然路的交通怎麼解決 一句話就講完了 你在那蓋花兩百億 蓋一個什麼大故宮 吸引一大堆 什麼觀光客 遊覽客 請問自然路的交通怎麼解決 一句話就講了 你就崩掉了 什麼新生高架橋拆掉 讓劉公俊重現 那你這個南北的交通到底流量行不行 所以有些東西就是說 還是要務實人 務實的態度 我覺得我們以前打高空打太過頭了 所以你要去找郝龍斌跟馬英九的政見出來看一看 到底也實現了幾% 所以我感覺是這樣 不要 我倒覺得 落實社會基本價值 以務實的態度 一步一步去做 可是有沒有現在覺得說 您跟其他參選人相較之外 你是最務實的嗎 廢話 這都是問題嘛 那其他的候選人 你自己認為說 自己比他們更傑出 更適合的原因是嗎 你剛剛有提過 你說你比較聰明 這個就已經不得了了 比較聰明這一點 IQ比較高 聰明一點 我也比較愛讀書 你剛剛提到人文修養 人文修養比較深厚 哲學修養 還有人生觀 人生觀 我覺得人生觀很重要 因為那個決定你的行為 所以有時候要 要讓他挑高來看一切 所以所以飛得越高 就無風無雨 沉得過深 無波無浪 所以所以應該 我倒覺得老實講 我後來看一看政治沒那麼困難 真的 政治有那麼困難嗎 找回良心而已 其實我們每天在看很多對的錯的 你說一個夢想 我隨便講一個 那U-bike說一台一萬塊 你覺得這個 我就覺得這預算怎麼編得下去 這個這是問題嗎 U-bike那一台說要超過一萬塊 天啊 這個預算誰編的 編的人 你怎麼會編得下去 夢想家一個晚上燒料兩億 這個誰編的 這怎麼編得下去 所以人家說 我說 但是這樣啦 坦白講 你說我們要政治上 要多偉大的英明領袖 什麼講一大堆 其實我跟你講務實你知道 不要胡搞瞎搞 不要這樣探章王法 其實以台灣的智慧差不到哪裡去 坦白講 可是因為你自己的政治傾向是比較綠的 那現在在藍營裡面 很多人都認為 連勝文也很可能會站出來選 雖然他也一樣都沒有把話講白了 您對他的看法呢 他也聰明也務實嗎 沒有 這個其實我倒 我倒覺得對連勝文本人 我是沒什麼意見 倒是他對本人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我有意見 因為如果問你很尖銳的題目 他 我問你 他憑什麼住地保 開保時捷 升價幾百億 娶個官二代的 富二代的太太 他憑什麼當用油卡董事長 你告訴我理由 你就呆掉 這個 因為他爸爸是連戰 他們是政治釋迦 那第二題就更更尖銳的 因為他是 他爸爸是連戰 所以他在臺北市市長的民調最高 因為他爸爸是連戰 所以你認為他適合當市長 他有證明他的能力嗎 他有替台灣做過什麼攻擊 就是說他過去的紀錄 或是他的能力 有讓你看到嗎 這個叫連勝文現象 其實文化意義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想起來 就是說 我倒覺得這個人我是沒意見 因為我老鄉我也不認識他 但是代表說這個人怎麼會民調最高 其實這個有文化意義 就是說我問過很多人說他的優點是什麼 他說他很客氣 他對人很好 我說奇怪這是 這是什麼優點 所以說一個權貴 他只要對人很客氣 他就變優點 所以我以前怎麼講馬英九的 清廉不是優點 清廉是基本道德 執政的基本條件 對人客氣 有禮貌 這個不是優點 這是待人處事的基本條件 其實柯醫師談了很多 都是真的內心話了 今天我們真的是很榮幸聽了 柯醫師又談他對生命的看法 對社會的觀察 還有對臺北市的期待等等 我們都非常的祝福 柯醫師很多的夢想 能夠實現也感謝您到現場來 非常謝謝 面對關鍵人物 感謝您的收看 再見 主持人物